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惊喘 可能是罹患大肠癌 因为安倍突然把首相 医疗小组的主治大夫 换成了专制癌症的权威 让人怀疑 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呢 而日本媒体也爆料 安倍非常喜欢吃肉 甚至一小时内 在两间烧肉店用餐 着实让人傻眼 美国总统欧巴马访日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带他吃手丝 一副老涛模样 而他在各个场合 更是不忌口 不管是什么统统送假肚 但现在却惊传 他可能罹患了大肠癌 让日本民众非常吃惊 那是什么 因为我没想到 日本最新一期的周刊POST 揭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居然启用了一名 专门治疗癌症的医生 当主治医生 安倍把原本专制溃疡的 日比医生 换成癌症专家高时 由于他从17岁开始 就为溃疡所苦 现在突然更换医生 当然引发猜测 但其实安倍似乎无肉不欢 去年8月11号跑去吃烧肉 隔天又跟太太相约吃串烧 13号更是大吃大肠锅 而更夸张的是 之前他甚至在一个小时内 在两家相聚 只有两公里的烧肉店用餐 之前来台湾时也对小笼包 散布绝口 如果安倍离癌消息属实 无疑对日本政坛投下震撼弹 记者综合报导